咱们继续讲 手抄本载马局 就是中炮对平风马 下面户进 骑兵 过河局 对平炮对局 这局红方采用五六炮 那黑方肯定是出局 打通局路 这是大方向 然后进市 为什么要进市呢 就是准备 弹子炮 下面 那你不能捉炮 那家弹子炮还打局 搞得红方一举多动 所以红方对局 看似被动 实为妙手 属于后中仙 那黑方禁足 登居 势在必行 这样在弹子炮 红方禁炮 给阻断了 反而是捉炮 那黑方炮一走 人家就要冲足 你还不能杀足 马比多还冤 这个局面 怎么感觉 红方掉沟里了呢 对不对 但是 就这个局面 红方已经锁定胜局 凭什么如此嚣张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子大群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怎么下手 凤兵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什么玩意 白送啊 然后平炮 打无赔马 黑方能不能 尽向生归呢 这是第一种选择 红方就 登炮 准备得子 关键马肯定不能走啊 双杯线就 所以黑方只能走 跑 然后 马踏中向 黑方一审局 还不错 因为你握头握不了 我这里有炮手 对吧 所以禁足 邪马 但是红方 进炮 带着沙 这个不能 留 再进炮 黑方一看 头大了 但要选择 然后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那不能 进向 生根 马又不敢动 直接打向 白丢一个马 黑方也不愿意啊 所以对攻 交换而已 谁怕谁啊 对不对 这样炮还露着像 红方一上马 黑方 喜上 没烧 经过 枕密议算 浸泡 带响 那你要硬将啊 对不对 平炮 打马 打炮 但是 就在 这个时候 红方 惊天妙手 将军脱跑 那这个平炮 打串 没了 空头炮 需要 子力 配合 如果 上马 打通 鞠路 就是 如果 红方 退炮 要杀 神仙无影 因为 退士 进炮 一打 只能进士 然后杀 其 那 飞像呢 就是 一杯 不醉 两杯 醉 顾名 双杯 献酒 好 咱们 回到节点 就是说 退炮 打足 就没了 所以 黑方 要立刻 马上 退士 这样炮 还打着鞠 红方 怎么下手 为什么说 吴老二 招人烦呢 气得 公元大爷 三天没吃饭 迎着头皮 上去了 那当然 不敢打局 浸泡一浆 只能进士 然后杀气 所以 黑方 抓紧双 向手拉手 但是 直接给啃了 退炮 打马 感觉不错 因为带着袭 但是 红方 一硬将 问题就来了 有向 无处飞 绝杀无敌 所以 当前局面 只能使 进向 杀马 红方 浸泡一将 退向 就是一招毙命 只能进士 砍炮 要杀 黑方无奈 只能含泪 平降 但是 毛又没有 白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